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以亚洲艺术文化为发展定位的故宫南院,东南亚向来是重要研究核心之一,历经一年筹备,故宫与成大合伴的东南亚多元文化与宗教国际研讨会今天登场,邀请来自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中国、香港等地及台湾, 与35位学者专家齐聚一堂,深度探讨东南亚等国家丰富多元的文化元素,以及多样的宗教风貌 连续三天的议程,8、9两日在成大进行12场演讲或对谈,10日上午则仪式故宫南院进行圆桌论坛 故宫欢迎对东南亚文化宗教议题有兴趣的民众现场参加国际成功大学今年赴成立东南亚文化学城 因此,自次研讨会由故宫院长林正宜与成大副校长黄正宏共同揭开序幕 林正宜表示,故宫南院拥有良好的展示空间,是台湾民众认识亚洲文化的窗口 透过这次研讨会学术网络链接,期许未来能更准确 深刻地持续推展亚洲艺术文化展览为目标 让民众更加认识东南亚文化艺术及宗教的多元样貌 此外,也希望透过国际学术交流,后世东南亚基础研究及人才培育 呼应落实政府的文化新南向政策 近年因政府新南向政策,故宫已与印度、泰国、澳洲等博物馆建立合作关系 文化艺术交流也有初步的实质开展 林正宜表示,因地理因素 东南亚自古为宗教文化交流会通知处 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古文明宗教或华人宗教传播至此 与该地古老范林信仰产生的融合及冲突,不断地循环 也形成今日东南亚地区宗教文化的多元、复杂性 台湾虽一直以来与东南亚互动密切 但国内研究东南亚人才还是欠缺 而故宫南院亚洲艺术资料中心典藏丰富 包括织品、陶瓷及宗教等领域 都是研究东南亚文化的素材 期盼透过此次研讨会建立学术与博物馆交流网络 结合成大的研究人才与学术能量 成为台湾研究东南亚文化与艺术宗教的研究中心 也培育更多东南亚研究的专业人才 故宫与成大合办研讨会 前排作者左继成大文学院陈玉女院长 成大黄正宏副校长 故宫林郑仪院长 成大考古所刘一昌所长 故宫提供 故宫院长林郑仪致辞 故宫提供 优优独播剧本身